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开箱这个 Redmi Bag SE 8.7 的 这个是 599 然后 它来我送个K信啦 K信我开了 这个是它的用的K信 怎样用 很简单 质量不错 这个是滑滑的 这个是硬质的 硬质的 这个是好像一个 车的 车的 包装啦 包装啦 OK 这个是K信 它来一起的啦 这个是没有LTE的啊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哦 可以这样的 这个就是Tablet Tablet 这边 这个是Tablet 应该是没有来车的啊 现在 一个说明书 另外一个说明书 这个SIM Card Ejector 哦 有车的 一个车 这个车 这个车 这个车是 因为字太小的老花 它没有 应该是两个M 10W 所以两个M罢了 一个是 A7C的 Port 没有啦 就这样子 所以等下我POWER ON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就是盒子里面有 这个是Tablet 这个是 清色 浅浅的清 也没有什么啦 这个是主要拿来做 看小说跟 看YouTube 这个是没有LTE的 这个是 只是有WiFi 然后这个是16GB RAM 跟 应该是128GB 16GB跟128GB SE 没有什么东西啊 看他也是讲了里面的盒子的东西 就是 一个 Charger Menu 跟一个 插头 那个 Table啦 Table是A7C Charger是 A的 所以 这个 我不要讲这样多啦 因为 我那有很多人 评论这些 Table 我只会跟你们讲 我的 经历 使用这个Table 等我用了一天两天 因为这个才开机 过后我再继续这个视频啦 这个Table大致上是OK啦 只是 Install App 比较慢一点 跟 用几天把我拿来看细声音 还可以啦 然后 这边 应该之前我没有讲到有一个 SD卡 Slot 啊 这个可以 不懂许多啦 你看 人家没有 因为这个本身里面有128GB 跟128GB的 Hardisk 跟 6GB的RAM 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简单简单的 如果你们 要知道更多的 你可以留言下面 我看一下 可以不可以 跟他借来review多一次 这个是我 我买了 等下要pass给人了 只是set up 放我这边 我顺便排一下 review 所以就这样子啦 简单的 REGB PAC SE 599 的review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